说起姚宁,大家对她的第一印象,想必就是她那让人无法超越的身高,有着2米26身高的姚宁,在与普通人合影的时候,就会显得特别的巨大,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人一样。 当然明星也不例外,因为姚明真的是太高了,姚明有着如此之高的身高,她在选择配偶的时候,也是会比较注意对方的身高,据悉,姚明的老婆叶丽,也是有着非常高的身高的,据悉叶丽已经达到了1米90,这样的身高,对于女生来说,简直就像是个巨人了,有着如此之高的身高, 叶丽也是不浪费自己的身体优势,她也是一个篮球运动员,姚明和叶丽都有着如此之高的身高,她们所剩下的女儿,自然也不会太矮,据悉,姚明的女儿姚庆磊如今虽然才8岁,但是已经长到160的身高了,这样的身高,对于她身边的同龄人来说,姚庆磊简直算得上是一个小巨人,而对于矮矮的小编来说, 自己长了二十多年,也就是刚刚达到这个160的标准而已,不得不说,姚明和叶丽的基因,真的是太强大了,矮矮的小编内幕当中,爸妈都是著名的篮球运动员,姚庆磊的家庭条件自然不会太差,但是虽然说如此,姚庆磊的生活似乎与普通人也没有多到差距, 因为姚明一家习惯低调,姚庆磊上学也都是校车接送点,并且是其自行前往接送点的,这样不讲排场,不讲名牌的做法,真的是很值得让人点赞, 对于姚庆磊,以后要从事什么行业,姚明也是不打算浪费姚庆磊的篮球天赋,她希望姚庆磊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,因此姚明经常亲自教导姚庆磊打篮球, 不过这消散的姿势,姚明确定八岁大的姚庆磊能够学会吗?不得不说,姚明的篮球基本功真的太扎实了,因为姚明的女儿身高失控, 并且姚庆磊也非常的喜欢打篮球,因此也是有网友开玩笑的建议道,真心希望姚明多生几个,好机养别浪费了,不过玩笑归玩笑,真的要生孩子的话,哪里有这么容易啊? 毕竟女人怀胎十月,不是一句话能够说的惊奇中的心酸的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